民陣12月8日發起遊行 獲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 民陣發言人岑梓杰事前聲稱只要警方克制 遊行就可以和平進行 但結果遊行未結束 已經有人倒露 更有黑衣人打閘中資銀行和連鎖咖啡店 最後還向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釘汽油彈中火 網民批評警方事前刻意公布檢獲真槍實彈的大案 又在銅鑼灣無理舉黑棋 是試圖令市民恐慌打消參與遊行的念頭 警方12月8日早上倒破激進團火 檢獲手槍和超過100發實彈 還有軍刀、砲腸、伸縮棍、胡椒噴霧等等 但市民有人想用真槍作案 並企圖假扮警員在遊行中開槍和引起混亂 難道警方不應該即時通知公眾 好讓普羅市民 尤其是打算參與遊行的人士注意安全嗎 據現場消息 遊行開始了不久 已經有部分示威者偏離遊行路線並企圖倒路 警方多次舉黑棋 就是因為有人涉嫌非法集結 其中在白德山街有人要求警方開路 又湧向封鎖線 警方先要舉棋 之後又有人將雜物摘出馬路 警方再舉黑棋 這些難道又是警方做錯 沒有前因又怎會有這樣的後果呢 網上更有謠傳指 警員假扮示威者向高遠和中遠扔汽油彈 並用一張10月1日在黃大仙出現的警員照片 指警員的避帶和消發院的暴徒相似 以誤導公眾確有其事 但實際上縱火暴徒手上的是不是同一條避帶 甚至有沒有避帶都沒有人能夠確認 更何況警察真的要嫁禍給示威者的話 都不會蠢到那麼著績 被人亂想起和警察有關 最後整個遊行活動 警方沒有施放過催淚彈 但仍然有暴徒四處破壞 訂燃燒彈放火 想問問岑梓杰和一班聲稱和理非的人士 到底是哪一個不克制 哪一個縱容暴力 令到和平遊行變質呢